是大年初一啊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啊 正常的这个大年初一的氛围啊 在这个深圳过年是感受不到啊 再加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再加上今天又下了一整天的雨啊 也是刚刚停啊 所以说 更没有年味了啊 原计划是今天啊 准备到仙湖植物园去玩一玩的 但是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公布了这个 深圳又出现了一地这个新冠病例啊 所以说就放弃了出行的计划啊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深圳又加薪了啊 可悲可叹啊 为什么这个 这个总是出现这样的事情啊 原来以为这过年期间可以出去走动走动啊 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又搁浅了 想想这个 这个这个有疫情的关系吧 还是在家里呆着吧 毕竟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啊 不过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说 深圳龙岗区啊 在2021年啊 也是多灾多难的啊 经历了三起疫情啊 就是发生了三次啊 昨天晚上的那个这个病例也是出现在这个 没有跨年之前嘛 也算是2021年的 就是说一共算起来是三次疫情啊 去年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排队做核酸 加起来可能做了二十几次吧 可能把 把把把把把别人这个好几年的核酸次数都都都做出来了 今天是大年突袭啊 本来是应该卡卡欣欣的带着家人出行的 但因为这件事情 只能搁浅了 现在 这个出来在川子里逛一逛 也是让大家 能够感受下我 现在这种感受啊 深圳 这个 过年啊 尤其是在城中村里头 可能也许是今天下雨的关系吧 真的是冷冷清清 在我的视频当中啊 你们 有没有发现没有出现了 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啊 就是一直 是我自己 为什么 看不到人啊 刚刚看了一下天气一暴啊 好像最近的几天啊 都是有雨下 甚至啊 所以说 可能啊 接下来几天也是都是在家 这个度过啊 下雨再加上疫情 可以说是 双重打击啊 就不要想着出门 去哪哪玩了 2022年啊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计划 包括自己的这个目标啊 就不说别的吧 老王 准备 过几天啊 流放之路 新赛季开服 也开始搬砖了啊 也没有几天了 到时候 老老实实的 赚点钱吧 折腾的事情 放在春暖花开 放到这个赛季末的事情 再去说吧 所以说 在2022年 希望大家也都 能够努力赚钱 也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吧 今天的视频啊